終於拿回牌了,好感動啊 保利協欣你停了牌這麼久 港交所終於給你一個免死金牌了 看看沒有課的KOL怎麼說 如果你保利協欣服牌的話,會不會買呢? 會啊,如果保利協欣服牌的話 跌了就留了,如果有過二過三 我就肯定會重駐 第一樣要看它落多少,落到一元我會想 但是即日day trade炒客我覺得模仿 但是中場線就沒想那麼遠了 今年年初,焦點港股之一的光復概念股保利協欣 因為之前交不出去年全年的業績 所以按港交所的推定要停牌 到現在半年業績期都到了,終於就來復牌了 今年多精規料價格升了超過一倍 去到每噸二十萬人仔,價格還高於一九三 協欣一定受惠,知道它什麼了 先提醒大家,今年三月尾 協欣原本的核素師德勤質疑一筆 價值五億人民幣的附屬公司預付款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呢? 就這樣就做了一個獨答調查 結果搞到換核素師,由德勤變成國富豪為香港 整件事有轉機了 法務會計師說到,未發現管理層 向前核素師披露的合約資料的完整性 存在任何問題 原交所亦向協欣發出了復牌的指引 這件事終於搞定了 究竟復牌時有貨要不要沽 沒有貨要不要鬧 記得Monsert Pastee本房的Facebook page 這邊請了 THA A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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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